二零二零年第十屆平地原住民立委選站 購有十位候選人找足三名其次 競爭可是相當激烈 後次抽籤抽到八號的 合一行動聯盟的平原立委候選人張寶美 證件提出原民立委選舉選區範圍等同總統選舉 主張未來要增加立委席次 並且按照城鄉的人口比例來增加席次 讓都市跟鄉下的立委可以就近服務族人 另外針對教育政策提出一路從幼兒道研究所學雜費全面 還有幼兒道高中每月補助五千元的生活津貼 大學每月生活補助津貼一萬元 研究所則是兩萬元 而這些政見的目的就是要讓原住民的孩童 未來在大環境中提高競爭力 就我所知道我們政府有補助 國小到高中是一年八千塊的補助款 可是好像不夠使用 所以我也看到這樣的一個需要就是 讓我們的年輕人可以安心地就學 讓我們的年輕人在都市或者是在部落可以安心地就學 讓他們有更好的競爭力 讓我們的年輕人有更好的競爭力完成學業 因為只有完成學業可以翻轉我們原住民的知識 還有各方面都可以提升 至於號四抽籤抽到五號的安定力量的平原立委候選人曾美華 首先提出安定力量一直所訴求的翻轉教育 引回家庭 從家庭來作為出發點 再慢慢擴及到其他政策 他說家庭都會遇到許多的問題 像父母親因到外地工作 孩子無法親自照顧 因此產生隔旦教養的現象 可能讓孩子無法在穩定的環境下成長 因此提出協助雙親就近在地就業的政策 另外還有一項就是堅持一男一女婚姻是最基本的家庭基礎 如果上任之後會特別著重相關法案的修正跟調整 我希望就是原住民的父母親都能夠開始 政府幫助他們就近在地就業 然後也穩定他們的經濟 因為如果經濟不穩定的話 父母親其實是很難好好的教育孩子 若政府跟立委們 我們一起幫助原住民能夠有一個穩定的經濟 讓孩子在一個有愛的家庭環境成長 其實我覺得是幫助孩子一個最基本的方式 而這次選舉改批台灣維新黨戰袍的前時代立揚立委 搞如以用 後次則是抽到四號 強調過去參與原住民族運動的經驗 提出四大原住民族主軸 分別為尊嚴經濟教育和土地 提出大方向的改革 他說要更加推動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從零歲到一百歲都可適用 使用自己的文化語言成為教育體系的一環 來教導小孩子 另外原住民族土地目前有傳統領域劃設辦法 將傳統領域劃分成公有與私有 勢在剝奪原住民族的土地權 應全面檢討與改革 並且要建構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力制度 原住民族的尊嚴 這個是我們過去希望去回復原住民族主權 跟原住民族自治 還有原住民族歷史爭議 其實在過去我在上一任 在推動這些原住民族尊嚴的相關的議題 其實有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那這個是主流跟原住民族之間的 比較大的問題 我進到立法院會持續的去推動原住民族尊嚴的提升 主權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歷史正義的回復 不論是第一次參選或是要力拼重返立院 各個立委候選人士摩拳擦掌 提出原住民族的相關證件 就看選民買不買單了 原市新聞比例把炸 台北市採訪報導